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刚才在表演过程当中是受了伤的 平时也会受伤吗 平时因为练杂技的话 他肯定难度技术越大的话 他肯定会有一些受伤 同时我还看出来了 练杂技是可以受伤的 那你先穿上啊 半春春满脸的担忧啊 你担忧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帅哥 反正我就是很担心了 因为他的身材跟你的身材一样好 所以你们欣欣相惜 因为要维持好的身材 一定需要一定的定力和忍力 尤其是杂技 是的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尹中华 数码的今年本名言 二十四 二十四 今天来干嘛 我姐她前面说过了 你姐 对对对 上一期做节目的那个书 哪个啊 就尹树栗 哦 就一那个舌 舌精那个 对对对 哦 也是光着脚丫子上来 又是你姐啊 对啊 哦 对对对 尹树栗 尹中华 哦 因为我从小是 就跟跟随父亲学杂技嘛 然后当然是 上次来向父亲表白了 对对对 我听尹树栗说 你们家不只两个啊 对啊 只没七个 不过我是看出来了 他们家长得都挺俊的 用北方话怎么说来 很顺着 是吧 刚才表演的那个名声是叫太空漫步 对吧 呃 对 你是我们栏目主找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要向你表白 你有粉丝吗 呃 有 你粉丝当中有很狂热的吗 呃 还好 异性多吗 呃 还好 呃 不浪费时间了 今天确实有一位粉丝 要向他告白 而且是一位非常狂热 和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位粉丝 来 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这里吗 对 好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听命的猜 这个粉丝到底是谁 我先问你 他是男是女 呃 这个真 我跟你提示一下 第一 这个人跟你息息相关 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 第二 他认识了你 很多年 几乎从他出生至起 他就认识你 那么我现在问你 他是男是女 其实我也不知道 来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看看出来的到底是人 还是妖精 哈哈哈哈 啊 开玩笑 来看看出来的这位粉丝 到底是谁 五 四 三 二 一 尹中华一家七兄妹 早年因家境停寒 父母带着尹中华和其他四姐妹 以表演杂技为生 而失去上学机会 今天 即将大学毕业的弟弟 尹世忠 来到告白现场 向哥哥表达内心最深的感谢 辛苦了 哥 好哥 啊 这是我弟弟 他性格比较内向 跟我以前一样 你的风格 跟你哥的风格 有点不一样 你跑上来 那个 那个姿态啊 小沈阳那种感觉啊 我老说他 他因为他性格特别内向 而且也不爱讲话 但长得很像 都是瓜子两 对对对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他弟弟 我叫尹世忠 因为他排行老四 你老 这是男孩里面老四 世忠 来说一下 今天到这来干嘛 其实我想对我哥就是表示一下感谢 我哥我感觉真的很辛苦在台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这样你跟你哥说 好不好 接下来是影视中的告白事件